主好主好 我是厦门航空厦航空厨的行政董厨张磊 雷哥 雷哥好 今天我也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厦门航空厨 一直都是致力于航空配餐的领域嘛 然后成立于1988年 那也是30多年来一直在做航空配餐 主要就是探索健康时尚 然后做一些这个从农田到餐桌 这样的一些工作 那这边展示的是我们在经济舱 给旅客可以提供那个免费的选择 就旅客可以通过下航APP 去点选自己喜欢吃的 这个也是下航首创的 我看到一些应该不是 航班上面能吃到的东西 不一定啊 不是吗 咱们这个就涉及到 咱们第二个这个助力环节了 还是一样会为了我们的青春飞行团 正飞行值 所以我们设置了这面前的这30道菜 从这30道里边选出8道 不适合做飞机餐的 五分钟之内选完 好的 现在计时开始 这个这个是什么 我看不出来 熏鱼 熏鱼有一个很纠结的点 因为它的那个鱼刺是已经酥掉的 就是你是你是可以咬 有可能可以 那这种刺会很多吗 今天这个应该不是不是不是很多 今天不是很多老师 好那我知道了 阿嬷肉酱饭 好鸡翅 好鸡翅 从来没吃过这么常见的菜 芙苓桂花糕 苔黄我肯定可以 韭菜鸡蛋可以 桂花糕可以 蝴蝶酥好吃的 好吃 这不是考验好不好吃 黑风雷搜 风雷书我可是非常讲究 这个腰拐 我有纠结的 我有纠结的 老师我交卷 我也交卷 我也交卷 看看吧来吧 公布答案 第一个是三号的 哦对了对了对了 我有我有 回答正确 因为巴浪鱼嘛 巴浪鱼他鱼刺比较细 然后在飞机上吃到 他会有风险 那这个呢 他没事 因为我们把刺剃掉 哦 那你把这个 坑到我了真的是 因为虚女都大部分有刺 都有刺 老师鸡翅也是 我解释一下 因为鸡翅他的骨头 我们算是叫长骨 他不太容易卡到 我们会会做哦 然后还有鸡爪 鸡爪是有小骨头 小骨头他也会容易卡到 然后还有17号 就有胡吗 17号对了 然后还有海鲜会饭 对海鲜我也有 23号对了 23号我有 然后还有鲜鱼饭 鲜鱼饭为什么 他中间有个中骨 啊我我本来 我本来选的是鲜鱼饭 我以为鲜鱼饭吃成块了 没关系了 对啊 我是去掉 我有 然后还有这个榴莲蛋糕 太臭 这个口味会比较重 然后还有那个鸡蛋 主要是韭菜 然后最后一个是那个 茯苓桂花糕 哦为什么了 因为航空配餐 是不能下任何药材的哦 茯苓哦哦哦哦哦哦 关于有些旅客的体质 遇到一些突发情况 他在飞机上是很难 做到这样急救的 那我错了 我也错了 呃公布一下分数吧 大家好好来吧 六分 六分 我六分 六分 哈哈哈哈 还是五分 啊 那就先恭喜啾啾 喜提五个飞行纸 恭喜大家喜提十个飞行纸 哎不行 不行 怎么不行 我们是同样的优秀 对啊怎么办呢 就同同类优的嘛 我们同类优的啊 他希望泡泡们给我多多打虫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 哈哈哈帮帮我